作曲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 成 人火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干八了 古今多少世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冰天里的 男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清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 无万人 无万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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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先生 大帅请你回去 怎么 大帅改主意了 末将不知道 尚未 说心里话 在下 也并不赞成起乡 哪怕他是乍乡 在下也不喜欢 明白 咱心里明白 我这就将他复制一句 不 咱请先生回来 是想请先生再写一份 再写一份 给谁啊 张世成 咱琢磨着 陈有亮 既然使咱为心腹大患 非去之不可 他肯定会拉拢 折将的张世成 约他一起 对咱实行东西加工 平分的殿下 这两个人的兵马加起来 有一百二十一万 如果真让陈有亮 不想得宠 那咱们就完了 所以 为了对付陈有亮 咱不得不 向张世成示弱 给他卖个笑脸吧 真是丑死了 瞧咱干的这事 丑得不堪入目 咱一直想做 顶天立地的男人 现在明白了 顶天立地 是要用胯下织乳来换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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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好了 病好了 好了 好了 咱呢从来就没病了 这大帝当前的 他 他赶不好 跟你商量件事儿 听说青田山水不错 我在家闷着也是闷着 想到处走走 顺便到青田看看山水 妹子 你知道这是啥时候 事多得跟麻团似的 内府离不开你 不成 内府离开谁都行 特别是我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你陪我出去玩过吗 你没空 我还不能自个儿出去逛逛 你好像真病糊涂了 没听见我去哪儿啊 青田 干你吃饭 青田 妹子 你不会去把刘伯伯给请回来吧 试试看吧 闷着也是闷着 实在是太好了 妹子 有你真是咱天大的福分啊 如果你把这事办成了 你要知道 咱后卫当初不应该把它放走你 我跟你说白了吧 我撵走了你一个心上人 就给你再请一个心上人回来 还你这份情 直吗 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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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直了 没走没走 来 有些人 人凶豪杰啊 蛰姬沉沙 埋没在这浩瀚的大江里啊 而如今 父王均临长江 问鼎中原 百万雄师 头鞭断流 去天下 如探囊取物啊 雷儿 你这么说 就太清帅了 汉王 汉王大喜 大喜啊 吴兄弟 西从何来啊 采认的香绳 要献出一尊金踏 大王 大王啊 八十年前 也就是老夫出生的那一天 正逢八月初一 突然天降暴雨是电闪雷鸣啊 据仙父后来说 只看见夜空中出现了一条金龙 他是直见手不见尾啊 口吐着万丈火焰 将万道闪光 直射着长江大堤 真有天崩地裂之势啊 日出之后啊 仙父就带着香绳 冒死登上了江畔的龙山 只看见山上那座龙王庙 他不见了 那龙王庙 可比这五重庙大三倍啊 他千刻之间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什么都看不见了 更神奇的是啊 在那龙王爷树巷的地方 就挖出了一个金榻 就是他呀 后来我才得知啊 这座金榻就是汉地所移 仙父保持把他保留下来 代代相传 今天老夫就将他献给大王 为何要献给我呢 大王是不是要光复大汉啊 当然 大王 大王啊 看来你就是汉地之龙脉 折腹于江汉之中 千年之后失封乱世 汉地用闪电打造出这种金榻 正是要你顺意天命 成姬大位 拯救天下万民 于水火之中 荣吟四海 成今 就是汉地之龙脑 南北枭雄 吾不暗藏大志 都对地位垂涎三尺 我陈有量是个明白人 何愧要坐在这森炉火上烤 再者 我有量何德何能 岂敢赠居大位 不 不 不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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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大王 大王 你见一下 你好好看见大王哪 对 你好好看见大王哪 对 大王一旦登基 您就是太子 拜年之后您就是皇上 列位叔伯 我了解父王的心思 父王 不是不想当皇上 只是 不如这么轻率 那该怎么办 都过来 都过来 一句话 来来来来 你们要造本 你们想抗伤吗 大王 你们帮我帮一下 帮一下我 你们 五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们真是害苦了我呀 五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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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大王 大王,你死心的冷冰几件了 大王,你死心的冷冰几件了 大王,陈有亮,朱元璋,两位萧雄都来求我了 列位臣工,商议商议吧 陛下,臣有亮的信啊,貌似恭敬 实际上是以汉帝之尊给我们下旨 他约陛下南北夹击消灭朱元璋 之后平分其地 这相比之下,朱元璋的口吻就功顺多了 他约请陛下进帝位统领江南一军 并请命为先锋,剿灭叛贼陈有亮 陈意,两个人虽然都不可信 但相比之下,陈有亮更可恶 他是个侍主夺位之徒 心得很手辣,断不可信啊 目前态势于大王最为有利 因为陈朱二人已经互为水火 而大王则一举手一投足 皆可左右天下 此乃千古良机,切莫错过 陈建议马上向广东湖南等地进军 把那些草高门占据的地盘收回来 壮大咱们的实力啊 大王,连陈有亮朕的货色都敢称帝 大王早就该登基了 陈叩请大王择日即位 改元建国 就是,将这乃鱼米之乡,富甲天下 大王,此时不称帝更待何时啊 大王,这时候要是不成帝就会失凶凉击啊 这是天下凉击的书啊 兄爱卿 赏我 哎,你们饿不饿啊 啊 你们要是不饿 寡人可是饿喽 开宴吧 酒醉饭饱以后再说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艾飞啊 你说 本王是打朱元璋好呢 还是打陈有亮好呢 啊 不嘛,都不好 呵呵,为什么 大家都不要打仗 太平快活地过日子 那才最好呢 哈哈哈哈哈哈 说到本王心里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请 敢 大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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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主意已定 张宰相 在 回复陈友谅 就说本王答应他的全部要求 立刻发兵 加击朱元璋 遵命 别急 还有呢 同时回书朱元璋 告诉他 就说本王满足他的全部愿望 发兵助他 抵御陈友谅 遵命 苏大帅 末将在 传令三军 按兵不动 隔岸关火 静待其变 遵命 这才是 护静安民的上策 等这两个萧雄 打得精疲力尽 一败涂地时 我们再突然动手 坐收大力 陛下的智谋 真是天下无双啊 来来来 列外卿 赶 大王请 这夫人走几天了 丁大帅 今天是第五天了 这不会出啥事吧 这 大花伙 在 你们兄弟俩 各领二百人 赶往青田 好友给我接一 来 是 回来 在 你们兄弟俩分路行进 大虎你走小道 二虎你走大路 后日日落前 给我回话 是 是 父亲 我回来了 哦 那听到什么呀 父亲 县府的遗差说 江北的援军 都已经到了虚夷 还有 有祸船顺江东下 船夫经过太古时 看你江面上 战船密布 大居云集 那应该是 陈有亮的 行动真够快 还有什么 商贩这些天 都往龙平郡跑 因为那里的 盐铁骨米 比平时 涨价了一倍多 龙平是 张世成的首府 各地都有 大量的供货 从来不缺货 为何 张家 对了 这是张世成的 部下的大量的争购 他们在整军备战 那咱们家怎么办 人儿 你不能什么事都问 自己也得动动脑子 赶紧把咱们那座山庄收拾出来 多够一些柴米油盐 立刻运过去 过几日 全庄的老少都牵过去 避难 父亲 我刚才就想这么说来 娶你的吧 天下又要忘了 好好想想怎么办 我 女儿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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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不小 我找你吧 伯温 夫人什么都不必说 不必说了 伯温都明白了 真的 真的 多谢啊 你给了我好大的面子 不不不 夫人 伯温 我是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没想到竟然一句也没用上 夫人不必先祖来到了此地 这比什么话都重要 在下在于也该支去了 夫人 晚走不如早走 明天天一亮 咱们就归附近礼 别 别啊 你 你这山清水秀的 我还没看够呢 待两天再回去 再说 也别让大帅觉得 请你请得这么容易 咱们得让他招招急 夫人真的是想看看 晴天眉景 当然啊 真让夫人说着了 这世人只知道 三山五岳 西湖翠楼 俗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清田 也有十大美景 这十大美景 根本不比明山大传承 明天天一亮 天没亮 我就陪夫人去看景 头一景 晴天日出 晴天日出 晴天天天哪 不发生 不发生 不知道 很多都不敢 半片草叶 异地昭露 转眼尽势而言 刘先生 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请侯人吩咐 大帅这个人呢 表面上当我 其实心里边 有时候也挺脆弱的 尤其是好面子 回头您若是见了他 能不能给他点面子 夫人 不问明白 请夫人放心吧 宇儿 是你呀 妹子 回来了 人都站你面前了 还问我回没回来 妹子 妹子 人呢 谁呀 刘伯温的 我让他先回李贤馆了 人家也得歇歇不是 对 得歇着 你是咋把他给请回来的 可是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 这个刘伯温呢 就是心高气傲 自尊心太强 人家对你呢 也是又敬又怕又有气 我是好说歹说 费尽了心思 总算把他给说动了 现在啊 他是彻底认识到 朱大帅一片赤诚了 向我保证 从今往后效忠大帅 万死不悔 真的 你不信等着瞧啊 你看他待会儿见了你 会不会扣头认错 你不认识 再说 他也会说 他总算是 管好 他总算是 宏仁 彻底认识 大帅 哎呀 伯温兄 久违了呀 擅长袖 哎呀 伯温兄 你走后这几日 我可是度日如年了 这上下里外多少事 忙得我是焦头烂合呀 不瞒你说 我有时连做梦都在想 这要是有刘伯温在这就好了 他肯定是举重若轻 排危解难 玩大煞与祭岛 毁苍穹渔 擅长袖 咱俩之间就不必唇枪射箭了 既然是同事异主 你我就得同心同德 只有这样 我们两个才能活得轻松 过得愉快 你说是不是 说的是啊 再一个 在下的毛病你全知道 长于言而短于行 坐而论道嘛 我行 但要日理万机 处理那些个纷纭复杂的军政民政 我是万万不行 而这方面 是你最擅长的 也是大帅府最最重要的 仅此一下 在下就永远不可越过你去 所以你在大帅身旁的首府位置 雷打不动 无人可提 博文兄 人品胸怀 擅长刺探我忠 擅长仅此谢罪 擅长兄 从此以后 博文定视擅长兄为上 甘居其下 同心同德 共享大业 再建立 共享大业 是 是 和 和 comme 萬萬不可,萬萬不可 大帥,劉先生到了 劉伯文叩见大帥,請大帥治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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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快起来 好啊 太好了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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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长 进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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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啊 跟您说件丑事 咱呢 已经向原庭起降了 不光如此 还向张世成献媚了 本来咱一条腿都不想跪的 结果现在可好 两条腿都给这帮狗杂总们跪下了 大帅此举可喜可贺呀 在下 只想到向原庭炸了个香 没想到向张世成也炸了一样 大帅所为 真是神鬼莫测 要么就不做 要做 就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再下敬佩 你就别安慰咱了 咱这是又骗又降的 丑啊 实在是太丑了 大帅 你不是最敬佩 不依帝王汉高祖吗 他呀 当年为了争天下 也做过许多丑陋不堪之事 就说刘邦收彭月那会儿 也曾假意起降 然后再趁乱进军 最后择乱其军 断其头 这就特别是 rough 不得已 你只是谷志 上山五岛 下山奥 着윤 藏大帅 李凤叔 对 不如都 嗨 现在 杰松 伯在山 crowded 你看 那师弟 大帅 夫人此行一路辛苦 在下可否先给夫人请个安 写个罪 应该 完全应该 山长 陪着博文一起去 一会把夫人一块拽了 我在那边等你们 是 下雨了 迎面先先 银丝落呀 当头阵阵 与花儿飞 我闻哪 实在是惭愧 你刚才 说说的 汉高祖祥彭月那事 到底是哪部实书说在 怎么我就没见过呢 你容我想想 刚才还在嘴边上 你看叫你这么一问 我倒想不起来了 判书上肯定没有 官室也不会有 肯定是也是 是不是 月风无渣记 好像不是 下阳的时宜呢 梦古台春秋呢 汉室勾臣 不不不 好像也不是 到底是哪本书 你好好想想 我隔天就要给尚未来一堂日奖 他要是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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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就难堪了呀 善长兄恕罪 刘邦祥彭月的事 清史上没有 官史上也没有 是我 信口胡编传 我这是说漏了嘴 你这是为何呀 一来是为了安慰大帅 二来嘛 虽然史书未在 世人不知 但我相信 刘邦 刘邦一定做过许多 上不了台面的事 什么恨事 均破事 要不然 他也做不了地方 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地方 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地方 您说是不是 刘伯温呀刘伯温 你呀 你有时候也真遭人恨 轻飘飘的几句话 把我也给耍弄了 害得我苦思半天没有朝落 你呀 真是个神鬼莫测之人 我不是 大帅才是神鬼莫测之人 请求动力 总是 在吩咐 你 这些小弟 你 这些小弟 怎么解决 你 我现在想起来 果然如此 确实如此 那您说 大帅这是为什么 这还有个为什么 他乐意啊 照我看 大帅心里头完全没有 当前的形势下 他必须向强敌屈服 否则难以自保 更难以取胜 但是大帅多年以来 都是一字当头 以忠义行使 他绝不能放弃忠义之名 更不能损害 大帅之尊 因此 在大天广众之下 他必须表现出 万不得已的 大悲大痛 是啊 是啊 受教了 山长兄 这件事 到此为止 咱俩永不再提 好吗 好好好 你说 你说尚未神鬼莫测 你刘伯温 不也是神鬼莫测吗 你呀 表面上对尚未忠顺着 可心里老是在琢磨尚未 我家在这两个精灵人当中 真是难过呀 先生 好 没想到啊 朱元璋也能起降 真叫人刮目相看 朱元璋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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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 利用 各地贼军争权夺利 让他们互相残杀 这样朝廷就有机会 各个击破 进而平定大局 先生是个明白人的 请坐 顾院长 此时起降 只被西边陈有亮 东边张时辰 两边所逼 如果我们能善加利用 定有奇效 先生接着说 在下斗胆建言 接受朱元璋的响表 并把他归降之事 大驾轩然 最好让天下的贼兵都知道 以便射其胆 乱其志 含其心 好 其二 既命朱元璋 带领本部兵马 绞杀陈有亮 好主意 其三 这回朝廷应该接受过去受降的教训 绝不能靠赏 绝不能靠赏 朱元璋 任何良响 军械等食物 以防他 降而复返 但是我们可以 重赏他 官职啊 爵位啊 等等虚民 这方面 可以重重地赏他吗 先生说的这几条 样样妥当 本堂照准 中堂甚断 不过 招服朱元璋这样的枭雄 应当有一位 重臣亲王 如此才能显示 朝廷对他的厚望 应该 应该 我看 监军大臣 嘎鲁铁门 可以胜任 嘎鲁嘛 喝酒打仗 还凑合 跟贼子斗心眼 不行 参知正是刘裕仁 有勇有魔 胆大心细 算是个人才 但他官职太低 与大人不配 有浪 顾部侍郎 吴子怡 他昨天 刚刚押运粮草倒营 可以派他前往啊 吴子怡 我也了解 这人实在 他筹办 衙门房屋 行 要乱勾勋斗脚 舌战群雄 断然不行 吴先生 本堂求你了 此乡大人 非你莫属 一年一岁 一年一岁 手拦着手 曾经有一颗消息人员 人生路上一起走 我面见影响有几段爱恨 看千古江山心总与我 导光里成了多少余秀花枝 马蹄虾卡碎万家长 天下烟雄水平出不过 看千古江山来去春秋 我天下烟雄水平出不过 看千古江山来去春秋 孝阳香再挥手 一曲通幼天地有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